一种可怕的狂犬病毒在墨西哥爆发 被感染的人都会变成失去理性的丧尸 短短几天时间城市就变成末日的景象 现代人类的社会秩序迅速被瓦解 路上到处都是仓促逃跑的幸存者 人性在这一刻变得一文不值 军方为了控制病毒继续传播 竟将感染者毫无差别的射杀 然后挖一个大坑将尸体一并烧毁 似乎要将病毒和几千名村民一起扼杀在摇篮中 原来几天前 两名隐君子在肮脏的房子寻求刺激 但他们把药磨好后发现没有针管 白毛在房间开始四处寻找 最后在肮脏的洗手盘里找到一个 但他过不了那么多 直接就给自己来了一管 注射后白毛心满意足的躺下来 到了第二天 当男人醒来是发现白毛蹲在角落发单 不管男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 于是他准备靠近白毛 查看他在做什么 结果 男人被咬伤后匆匆跑了出去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病毒 还跑出街道上四处乱算 越来越多被咬伤的人送来医院接受治疗 甚至有些在救护车上就发生了便宜 跳下来对着路人就是疯狂嘶哑 路人见状尖叫着四处逃算 来维持治安的警察 也被丧尸扑倒 街道上瞬间就乱成一团 另一边 男主阿伟市民医生 因为老婆死得早没时间照顾儿子 他把儿子托付给外公外婆照看 但刚把儿子送走 邻居强哥就慌张地抱着妻子来找他 只见女人手上有个大咬痕 而且身体不停地在抽搐 从强哥口中得知女人两小时前 被一个老人咬伤 可见这感染速度有多快 阿伟见状立即注射镇惊剂 让他平静下来 这时有两个邻居担心女人的安危过来探望 此时女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她的牙齿开始变黑 眼睛瞳孔也变成红色 突然坐了起来对众人发起攻击 邻居想上前帮忙控制住他 但不幸被咬伤手臂 强哥和阿伟连忙上前按住他 只是简单的为他包扎一下 这时阿伟突然接到博士打来的电话 说城市爆发了一种未知病毒 被感染的人很快会失去理智攻击他人 传播速度已经超出了军方的掌控 并受到上级下达杀死所有感染者的指令 他让阿伟来军方临时研究所帮忙研发疫苗 阿伟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这时手机突然没了信号 于是阿伟决定带着大家前往研究所 但他们刚没走多远 就发现士兵封锁了道路 甚至开枪强迫他们停下来 但枪声立刻引起 附近丧尸的注意 他们疯狂的向枪声跑去 士兵们见到丧尸果断开枪 由于丧尸的数量太多 士兵们完全招架不住 阿伟见状果断拉着阿强上车离开 邻居和士兵全部加入了丧尸队 只有他们两个侥幸逃脱 他们从晚上一直开车到天内 但他们不敢停留 因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 路上到处都是丧尸在追幸存者 两人出于好心打开门叫了一个幸存者 当他们来到一处加油站想加油时 突然有两个丧尸冲了出来 阿伟当场被扑倒在地 还好男人捡起地上的手枪 解决了危机 但枪声也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三人见状拔腿就跑 身后的丧尸眼看就要追上来 幸运的是 一个大叔打开门让他们躲了进来 然后一个女人在屋顶 扔下一块铁皮自造造音 才把丧尸引开 最后他们拿着盆爬到车下 成功的拿到了汽油 于是他们继续开车朝着目的地出发 可当他们来到目的地附近时 阿伟下车去探一下研究所的位置 没想到他刚离开 坐在车里的两人 就似乎看到了什么 强哥打开车灯一看 竟然是一句丧尸扑了过来 强哥果断下车与丧尸搏斗 但更多的丧尸也闻声扑了过来 阿伟听到动静立马回来开枪支援 但很快子弹就打光了 眼睁睁看着没来得及 从车里出来的男人被丧尸撕咬 阿伟不得不拉着强哥逃跑 他们跌跌撞撞的跑进了树驴 但几句丧尸也紧随起后 丧尸敏捷的速度眼看就要追上他们 突然前方有灯光亮起 丧尸瞬间被射到在地 原来他们误打误撞来到了研究所 然后一名军官走上前让他们脱下衣服 必须确认一下他们是否被丧尸赶免 两人只好乖乖照做脱下衣服接受检查 确认没有伤口后 军官把他们带了进去 然后用消毒水全身进行消毒一遍 随后阿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是一名叫卡罗斯的博士邀请他来的 随后阿伟就被博士带到了实验室 他们的任务是尽快查出病毒和开发疫苗 阿伟立即进入了状态和研究人员一起工作 经过一番研究 他们发现这是一种新基因型的狂犬病毒 阿伟问有没有自然免疫病毒的人 但被告知目前的感染率是百分百 阿伟经过一段时间分析研究资料发现 被感染病毒的全部都是成年人 没有儿童被感染的病例 就在几人讨论这会不会是突破点的时候 外面看守的士兵突然发现了异常 一群丧尸从树林里冲了出来 士兵们见状果断火力全开 但越打丧尸的数量就越多 他们不断从四面八方涌来 由于研究所是临时搭建的 兵力和武器都严重不足 丧尸很快就突破了防守线 士兵们只能边打边撤 长官则带着士兵掩护阿伟和博士等人仙子 最终只有他们几个人逃了出来 整个研究所完全被丧尸占了 他们从天黑一直走到天亮 经过一番商量 他们决定前往另一个实验基地继续开发疫苗 然后众人找了辆车前往研究所 但阿伟则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独自踏上了回家的旅程看望家人 真是一辆车突然停在他面前 这两人明显是冲着他来的 在末世时务已经成为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男人二话没说从车里掏出武器 阿伟见状果断开枪将他击的 女人还想拿枪反击 结果双双被阿伟开枪送走 送走两人后 阿伟发现车厢有哭声 打开面一看原来是两个幸存者被绑着 看来那对夫妻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于是阿伟带着两个幸存者一起前行 但没走多元女人突然说有点运车 阿伟不得不停下车来 让女人调整一下 就在这时 突然几个丧尸冲出来攻击两人 阿伟见状迅速开枪 但为时一万 两人已经被丧尸咬伤 阿伟顾不了那么多赶紧上车离开 但关键时刻汽车怎么也打不着火 看到丧尸离他越来越近 阿伟果断选择汽车逃跑 阿伟不得不含泪把他送走 然后跪在地上痛哭起来 当他来到房间时 发现外婆也已经领了合法 他失落着迟迟不敢打开儿子的房门 但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踢开了门 他用枪对准还有动静的儿子 这时男孩突然叫了声爸爸 阿伟赶紧放下枪过去查看 发现儿子手臂上有个大咬痕 但他没有发生变异 难道孩子真的不会被感染吗 阿伟赶紧将儿子抱上车 准备带着儿子去研究所与博士见面 但在路上却遭到了一群拦路抢劫的难民 阿伟被一枪击中腹部倒了下来 眼睁睁的看着儿子被带走 但这时他似乎听到有人呼喊他的名字 当阿伟再次醒来时 发现强哥坐在他的床边 原来强哥放心不下他一个人走悄悄跟着他 这是一旁的女人告诉阿伟 博士用你儿子的血清成功开发了疫苗 现在疫苗已经分布在全国各地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 总结一句话 在漠视人性是那么的一文不知